各位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昨天夜里我发现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间谍,义营叫王立强 他在澳大利亚宣布脱离中共间谍机构 就是等于向澳大利亚政府自首 他还披露了很多中国情报机构间谍们在海外执行的任务 以他本人所做的事情现身说法 他说他曾经参与了在香港铜锣湾书店 就是绑架李波那个事件 就是因为有一本当时传说中的书叫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 因此就是绑架了铜锣湾书店的许多人 那么他过去也曾经持这个假的韩国护照 进入到台湾 在台湾组建网络水军发展这个 在大陆游学生中发展这个间谍 然后呢,目的就是要攻击蔡英文 使蔡英文的这个大选失败 所以呢,他在海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还另外宣称他自己在香港有一家上市公司 那个公司叫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那么公司的负责人叫向心 向心呢,是一名高级特工 不仅仅是通过这家公司 而且他说这个,王立强说这家公司就是一个间谍机构 还不仅仅通过这家公司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叫中国趋势的公司 去收购亚市 然后通过很多的这个手段 包括通过学生会组织 通过这个校友会 基金会 各种方式来渗透 在香港发展这个中国留学生 加入到间谍机构里面 给他们提供奖学金 旅游的费用 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所以这种做法现在是无孔不入 那么他们现在这个间谍渗透的情况就是 应该说亚太地区渗透的非常厉害 所以澳大利亚他也感觉到间谍重重 他自己感觉到在澳大利亚没有人身安全 所以为什么他向澳大利亚政府自首 目的就希望能够得到澳大利亚政府 以及情报机构的保护 否则他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间谍 中共间谍这个投诚 现身说法的确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这个间谍机构有很多的 具体是怎么做事情 怎么运行的 他的上级是谁 有很多的具体的实际案例 那么这样的一种披露 记录中共情报机构 在海外若干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渗透破坏 比如说他在台湾 他就组织网络水军 要求他们 就是有的是假扮 要搞台独的一些人 另外一部分人是要揭露 或者讲是抹黑一些政治上的反对者 那么在香港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些香港的反对派 要搞香港抗争 他们一方面就是要通过网络进行攻击 另一方面就是在现实中 要实施一些袭击的计划 就是肢体接触 那就是说要通过殴打或者袭击 这样的一些反共异议人士 造成某些人对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这种恐慌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的间谍那么活跃 也是有指向的 都是经过训练和组织的 所以从这些他所披露的情况来看 中共在海外的这种 过去讲我们说大外宣花了很多的钱 现在不仅仅是大外宣花了很多钱 而是这种特务组织情报机构 也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它的活动范围很广泛 影响到多个方面 包括他们还收集一些国家的情报 比如收集美国的情报 澳大利亚 韩国 所以在无论是中国的铃近国家和地区 还是在亚太这样整个大的区域里边 中共的间谍都非常的活跃 情报网非常的广泛 他们通过很多的这个华侨机构 同乡会 同学会等等 渗透 尤其是在中国留学生中 就是发展了大批的这个情报代理人员 或者讲线人 那么在科技机构 一些大学研究机构里边 一些高科技的公司里边 也有大量的他们的情报人员 所以这个王立强 我们看到网上披露的这个照片 是一个挺帅的一个年轻人 他有这样的勇气 这个投诚 把他所知道的这些实际案例 披露给大家 也包括对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些忏悔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能够使海外的许多人如梦惊醒 尤其是对中共的这些丑恶手段了解的比较少的人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比较新奇的事情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也有 只不过像没有像今天这么突出 这么猖獗 所以我相信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这个中共的情报人员 这些间谍 那么美国的现在情报机构也一直在密切关注 现在美国已经逮捕了一些高科技公司的间谍 但是呢在网络方面组织攻击的 搞一些破坏的这些间谍 目前好像美国还没有公开的宣判 所以我希望今后一段时间 也能够有类似于王立强这样的所从事工作的这些间谍被抓到 或者他们能够投诚的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所以一定这些西方国家要抓紧去调查和阻止这种中共间谍的渗透和破坏 好 先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